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日本正常生活的居民的家 老房的啊 这河的旁边呢并没有我刚开始想象的那样全是高楼大沙发 而是一些古老的建筑啊 或者说比较老旧的住宅围绕的 所以我觉得以后这边有可能重新规划 有些人之前问我为什么会选择12月 因为呢这个时间段呢我觉得是东京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因为它可能是东京一年当中比较冷的时间段 以前在我脑海中的一些画面都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东京的一些场景 今天来了之后站在这边享受这个冷风啊 我感觉这个感觉呢是跟我当初预想是差不多的 就是在这种稍微寒冷的风当中呢 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宁静的同时 可以期待当它这个天气暖和了之后 那种相对来说更加热闹的场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喜欢在东京的时候稍微冷一点 现在呢坐在这个日本比较传统的公寓里啊 当然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经典的那种要坐在塔塔米上面生活的 很到以前看那个哆啦A梦 竟然没有任何童年的记忆 这感觉好像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了 但是这又是第一次坐在这儿 可能就是人的愿旅多了之后 什么都是非常的惊异 或者说让你生活中感觉到哇突然间绽放出一朵花一样 我感觉我已经进入到了中年危机 但似乎又很享受这种平静的日子 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 跟大家聊呢 这屋子两年没人住了 就这块现在暖和点 去去哪儿而已 然后顺便巴巴牢骚 好了 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等待呢 今天晚上呢可以花两个小时时间呢 在银座转一转 这也是日本比较出名的那个地方 而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巴士呢 是免费的 多亏了碎碎姐给我提供了一张票 好了各位 我现在在了这个银座呢 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啊 被称为这个 消费里边全亚洲啊 跟这个巴黎还有纽约那个第五大道啊 并列的最为繁华的地方 但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啊 你不来不知道啊 一来吓一跳 我觉得挺冷清的 没多少人 也包括我旁边这个就是 买这个日本拉面都没多少人 你看就连排队都不排 前面就更别说了 人真的很少 不像我平时这个记忆当中的这个日本街头 还真别说啊 从旁边街道啊 这个停车的这个质量上来说 这边确实不是一般能来的频繁的啊 这边的出租车呢 是皇冠的 旁边停的马扎拉地 还有各种豪车 然后当然了啊 这店也是什么分迪啊 这种各国的奢侈品品牌 我今天呢来这看看能不能买这衣服什么的 希望钱带够了吧 随便呢就进来这个一家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店的店啊 但是我现在主要目的是来吃点饭 然后前面看到一个在做直播的 嘿嘿 被我发现了 对不起我来做地方了 走人 对不起我来做地方了 对不起我来做地方了 走人 这地方呢其实逛了一下啊 跟北京的王府井 上海的南京街 南京路差不多 但也有类似的地方啊 然后整个这边大盘的挺多 什么迪奥啊 优衣库啊 能够想象到的都有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也没想象到 就是旁边还有人乞讨 各位我真的不是给大家泼冷水啊 在这边确实 顾客不多啊 后边是一家表店 我几乎啊 看不到任何一个顾客进去 所以我呢就不往前走了 要不然被抓住问来问去 日文也听不懂 就尴尬了 然后这边呢我真的是感受了一下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逛过这奢侈品街里面 或者说步行街里面最干净整洁的一个 还给人一种特别诡异的气氛 我知道这种诡异的感觉是什么了 就是在这边购物呢 就不多见啊 就很多男生拎包的 都是要不女生来啊 独自购物 或者是俩女生过来 这男生带着女生买不多呀 独立购买的人特别多 好神奇啊 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边的物价其实很高 但是呢 他们收入又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逛起来挺舒服的 因为没人跟你抢 我会发现这边的人的穿着呢都特别的讲究 很少有看到就是大咧咧出来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文化还是他们的习惯 在这边呢女生呢出来基本上都是穿的特别的漂亮啊 特别的得体 男生呢可能就相对来说保守一点 感觉没有那么的一种自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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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 这大半夜的还有人在那夜跑 刚说完饭不行啊 OK 银座这地方呢其实是很大一区域 刚才呢在这个地图上查了一下 今天呢可能就逛了个十分之一不到 这地方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呢也进到几家店去看一下衣服 每件衣服呢我刚才看了件衬衣好像是 旺盛牌子了 一件衬衣一万四 然后一下毛衣三千六还是三万六我忘了 真是给人感觉这地方消费实在太高了 不适合很多人啊 然后来这边的也是要么也是小资 像一般人来这边逛的话还真的是有点压力的 然后本来想带大家呢多看看它这边的一些价格标签 但很多那个店的规则是不允许拍摄的 然后我只能告诉大家这地方确实不便宜 这边旅游的话这个日元呢多备一点 因为很有可能就会觉得怎么还没花就就没了 另外呢这边有很多地方也是不太支持这个支付宝和银帘的啊 所以来这边这个日元呢带够 这是我的经验 其余来讲呢这座城市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嘞各位 兜子里买点东西啊 这个是一包薯条 还有我特别喜欢吃的这种没法形容的东西啊 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糖果大概是这个葡萄味的 然后最后买了一个这碗 它呢我看到一些功效呢就说白了就是给你调养身体的 因为这两天呢确实这个身体不太舒服 里边有一个什么如果你有发热迹象的话 就是可以的大概是这东西 刚才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店里买的时候 店里边两个人在笑我 后来仔细一打听是两个中国人在这边打工 后来我问你为什么这边你们俩都说中文呢 他说我们这边这个中国的这个旅客比较多顾客比较多 所以他们就在这边开了个店 我就说那为什么那个店里是支持支付宝 现在呢是马上就晚上的九点了 因为时间原因在九点的时候呢会有一辆最后的车 其实真的很想再转一转 时间没有办法 还有十分钟时间 十分钟 哎呀说了说了忘了 我们把东西放在这 这呢就是日本的银座 准备好钱吧各位 下次来我们一起逛一逛 在今天视频的最后呢留给大家一个疑问啊 因为本人的日语不太好 我想问一下我旁边这个店呢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店 它能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呢 大概就是在这儿啊 一个美女的头像 旁边有个说什么男性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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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这个帮我解读一下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